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如说 轻垫面开张的时候 有人说不吉利的话 或者呢 轻车刚上路 就压死了小动物等等 甚至于过年期间 打破了东西 也要用岁岁平安来冲喜气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面对这一类的观念的时候 学佛的人该如何自处呢 这个叫做经济 那么宗教的经济呢 有的是说一样 民俗的 也就是说 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啊 就产生不同的传说和信仰 因此呢 在对经济来讲呢 也是呢 各地啊 有各地不同的想法 或说法 原始的宗教 许多的民族 都有他们自己的信仰 有他们自己的传说 有他们的自己的经济 经济的开始啊 是有许多的案例 因为有案例 就是变成了定律 就变成了一种禁忌 所以案例 比如说 因为啊 有几个人 曾经啊 出门的时候 看到黑猫 那凡是看到黑猫的人 一出门 一看到黑猫 就认为是不激励的 还有我们中国人呢 说听着乌鸦叫 说是灰气道 这是不激励的 还有啊 在香港 在大概二三十年前呢 凡是出家人啊 早上不敢出门的 早上一出门 就很可能呢 遇到了刚刚啊 从赌场出来的 一些赌厨物 看到的出家人呢 就会吐痰 甚至于 骂一声呢 这个 骂得很难听的三支经 原因是什么呢 出家人头是光的 他们一看到这个光的 还有呢 副教是空门 副教叫做空门 这个经得赌藏了之后 就变成 一看到空门的人 就完了 今天啊 一定是空门 倒霉了 一定输钱 所以是看到出家人 也是禁忌 这种都是呢 累积起来的 案例 传说 一额传额 的一种啊 迷信 并不一定啊 代表着什么 一定会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台湾人呢 细啊细啊 细啊 这个市的 第四 细楼啊 你住在哪里 哇 大细楼啊 就是说 你是会住在那个死楼上面 因此很多的 这个高楼啊 没有第四层 从第三层 一下子就看到第五层 所以这种禁忌啊 没有道理 就是因为谐音 是相同的 另外呢 西方人 因为耶稣意难呢 是星期五 这个 又是 这个星期五 一共有十三个 这门徒 因此呢 遇到十三号 又是星期五 那 这一天呢 一定是不吉祥的 像这种 想法呢 多是啊 民族性的 原始性的 一种传说啊 例子啊 养成功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呢 未必见得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 数字是 有一些人呢 非常重视 这数目字 有一些人呢 非常讨厌了 某一些动物 有一些人呢 非常喜欢呢 某一些动物 或者是某一些现象 有些人呢 遇到某一些现象的时候 觉得 每次遇到这种现象 他就是倒霉 那从此以后 看到什么现象 这种现象出现 他说完了 今天又完了 其他的 实际上是 不一定是这个样 就是他心里面呢 产生了这种啊 疑神疑鬼的 一种观念啊 那就产生了 真的不好啊 可能就是不好 因为心里面 就在想到今天倒霉 今天倒霉 不想今天倒霉 大概没有事 你想到今天倒霉 你精神恍惚 心里不正常 你老是在 沾沾沾沾沾 你这个时候啊 今天一天下来 打开是会倒霉的 如果说你 你非常正常 根本什么也 百无经济 那你出去 你遇到什么东西 你都不要 不要说 哎呀这个是自然现象吗 这个不要怕他吗 不要担心他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根本没有问题的 因此呢 作为一个副教徒来讲啊 有没有经济的事 副教是非常科学的 副教啊 非常理性的 所以像这种经济 在副教里头 全部没有的 所以 如果出门呢 遇到了一种 一种什么动物 或者是呢 亚世一只老鼠 中国人 以及呢 好多人呢 特别忌讳的 说车子 开车子的时候 压死一只猫 说猫啊 有其条命 所以这个 压死了猫的话呢 那 有倒霉的了 其实猫 很可怜的 被你压死了 你还在怕它 这猫 还是无辜的 猫 这是一个动物而已 压死了猫 给它念佛嘛 你不要 如果不是你压死的 是人家压死的 在路上面 看到了猫啊 有的人呢 看到了猫 被压死了 吐一口痰 哎 倒霉 这个是没有道理 猫已经死得很可怜呢 你怎么吐一口痰 你还在讨厌它 你看到猫 被压死了 你或者是呢 你拿一个塑胶袋 或者是拿一个什么袋子 把它装起来 把它带走 你顺手带走 不要让更多的人呢 这个车子啊 在它身上压过来 压过去 那很好啊 那是一种功德 对这猫 你再念佛 都念佛 给它超度它 对于其他的人 又看不到这个猫了 也不会再 继续不断地 再看到猫被压死了 的吐痰 或者是咒骂 像这种情形呢 我想 我们台湾的人呢 观念上 要从民心呢 进一步 我们的文化 已经不是 那个落后的文化 应该呀 要比较文明一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